再來往南走 水帳區的戰鬥要結束了嗎 就是 謝梅尼夫卡這邊已經畫起來了 我們看到不同顏色 就是上個禮拜到這個禮拜 反正我們幫大家 所以路曼斯基這邊的進展 真的非常神速 就是巧乍斷 我們已經跟大家預測 預測後面會發生的進展 那我們用比較淡的顏色 來讓大家知道 這應該是還在戰鬥吧 還不能說很明確的 已經易守了 這個 我們標的這個顏色是 俄羅斯已經控制了 那就是烏軍撤退的很快就對了 對 基本沒辦法守 因為我們都是 我們有參考俄羅斯跟烏克蘭雙方 核實確認過 所以這個線都是確定的 因為是新拿下來的 所以我們用新的顏色 事實上這個區域已經都俄羅斯控制 那內塔洛沃 就我們上個禮拜預測的 就內塔洛沃很快就會面臨到被俄軍攻擊的點 那上個禮拜 因為佩爾沃曼斯基剛拿下來需要清理 那現在清理完了 已經這個方向在前進了 那烏曼斯基這邊又是一個大的突出部 這裡也是雷區啦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很多 有一整塊在一整塊突出來 大部分都是雷區 那雷區都要等戰鬥工兵 所以其實 俄羅斯現在前線非常需要戰鬥工兵 那謝梅尼普卡崩了 基本上謝梅尼普卡 昨天晚上 謝梅尼普卡就 烏軍就已經退了 那只剩下一小塊的地方 那因為是昨天晚上的 所以謝梅尼普卡剩下這一小塊 我們沒辦法提前跟大家核實 但是簡單來說 水障區全崩 烏曼斯基跟內塔洛剩下的這個三角地帶 我們上個禮拜有跟大家講 你認為會推到這個河邊 那應該 就如同我們預測 應該就往這個方向發展 OK 這會不會是烏軍在下一盤很大的旗啊 因為我最近剛好在看我們台灣電視台 在重播三國 會不會跟那個 當時諸葛亮撤出 陳昌一樣把曹貞在裡面淋雨淋了兩個月 你上個禮拜有跟我有提到這個 其實你上個禮拜有問 這會不是烏軍的陷阱 所以我們花了一整個禮拜的時間 其實是在研究跟調查確實確認 會不會可能是烏軍故意 會不會是烏克蘭的陳昌呢 進來了以後這邊 跑兵密集 但是沒有 當然季節不一樣 現在不太會下雨了 那時候是不是 陳昌下兩個月的雨這樣 那我們得到的結論是 很遺憾的不是 因為沒有兵力嗎 還是說 在這邊其實沒有相對的優勢 一樣就是我們的這個問題 就是在重大事件裡面一併跟大家講 OK 好啦這樣我可以理解 如果你在這邊 這邊如果要變成一個火力口袋的話 那起碼你現在就算第一線不排部隊 你那些激動的別動隊也是在附近待命才對 對但沒有 對 我們會用整個戰線來跟大家解釋 為什麼我們觀察到 這就是烏曼斯基 我們單獨把它拿出來 就是它推進方向跟我們預設方向其實是一樣 配烏曼斯基拿下來之後 因為一樣嘛 排雷 然後其實現在俄羅斯的進度就是戰鬥工兵 就是現在戰鬥工兵真很慘 所以在前線其實最辛苦的部隊 也不是裝甲兵也不是輕部兵就是戰鬥工兵 那戰鬥工兵是俄羅斯的精銳部隊中的精銳部隊 我必須要說俄羅斯非常重視戰鬥工兵 但但是目前戰線這樣子搞的戰鬥工兵 因為戰鬥工兵是在10級以下的 10級以上的部隊會掌握 就呂本身戰鬥工兵的編織其實沒有很大 這也是現在俄羅斯退回去濕的這個過程裡面 慢慢把戰鬥工兵這邊 不然他們推進速度還會更慢 那配烏曼斯基這邊戰鬥工兵 把雷區清除掉了以後開始 那我們化的還是沒有變化快 就今天在我剛剛還在高鐵上面的時候 我看到的訊息就是這邊配烏曼斯基 底下這邊還有一個小村子 那他們在關閉這個突出部的口袋 那今天我剛剛下高鐵我看到的訊息 這個烏曼斯基已經全部從這邊推了 所以這邊口袋已經關起來了 已經沒有這一塊了啦 就我們化的時候還有這一塊 現在已經沒有這一塊 現在是整個戰線已經推平了 那這一塊現在全部也是俄羅斯控制了 所以這個進展有點不太真實 就是我們去上個禮拜 整整一個禮拜我們看到的東西 就覺得這個戰場的變化跟 一個標準戰場的變化有點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看下一張 其中最特別是這個地方 這個叫奧切烈記捏 奧切烈記捏 我用不同的顏色 然後我們可以看出來 把每個月的進度 就是這是2023年10月還在這邊 11月到這邊 12月到這邊 接下來就卡住了 12月1月2月3月一直都卡在這邊 一直到3月伯蒂奇拿下來之後 3月伯蒂奇拿下來之後 忽然今天就已經打到這裡了 那中間發生什麼事 那就是所有的防禦可能都在伯蒂奇一線 打穿了就沒了 我們看到現況是這樣 但是如果你是烏克蘭的 你如果是希爾時機 你在防禦上面你會允許有這樣 孤注於直視的防禦單線 你會有這種 防禦上面的漏洞會讓它產生嗎 不可能 那除非我真的就沒兵了 我都只夠守一線 但是我們從 番號跟兵力配置上面來說 又不是這樣 他現在烏克蘭在每一線 他的兵力跟俄羅斯最少最少是1比1 所以不會有兵力不夠的問題 所以為什麼在阿夫迪夫卡掉了之後 那一直到伯蒂奇一掉 接下來這一線的奧切列基尼這邊的防禦 幾乎就崩潰了 為什麼 對這個是 所以我們上個禮拜一直都在 對不同地區不同戰線發生了很多情況 我們現在得到一個 我們現在得到一個 防禦在 一支軍隊在做防禦的時候 最麻煩的一個情況 就是 防禦的破碎化 如果我是崩潰的話 我一崩崩一大片 那我可能是我的指揮不行 我的部隊人數不夠 就是你剛剛第一個馬上反應 會不會我這邊的兵力不夠 那我剛剛已經有講按照 人數來說 甚至有些地方 讓烏軍跟俄軍的比例還大到2比1 那是不是裝備不夠 這邊47旅 這邊有M1 這邊有北約旅 調來的115旅 原本守這邊的115旅 它並不是 它是機械化旅 它也不是一個隨便的旅 所以它的武器裝備 好啦也許 火力 炮兵的火力 或者是沒有空優 比不上俄羅斯 但是最起碼不會這樣 因為這個情形 不是一天兩天 從去年 扎波羅勒反攻失敗之後 前線的火力 優勢一直都在俄軍的手上 那為什麼會忽然在這個 這個時間點這樣子崩潰 而且我們知道 奧切列基捏之所以掉 是因為115旅 把陣地丟的跑了 辛巴赫木托夫卡 對 它原本應該在辛巴赫 辛巴赫木托夫卡這邊 那 當俄軍決定改變公式 超過他的預期 從鐵路線直接衝進來的時候 115就退了 他直接退到奧切列基捏 那這一退把原本 他是來輪替47機械化旅 47機械化旅 已經在戰場上三個月 他再不輪替這個旅就廢了 所以希爾斯基是用115來代替他 結果輪換還沒完成 47旅還在打包 115就跑了 那47旅整個側衣現在暴露出來 所以現在是臨時掉了59旅跟30旅 要來補這個洞 為什麼 因為奧切列基捏 這個村子本身雖然不是很重要 但是他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這個村子的東北面有一個高地 是這一整道防線裡面的制高點 你只要拿下這一個 那這幾個村子全掉 後面往後走 不用擺了 後面也不用來支援了 後面就是紅軍村了耶 那紅軍村是整個頓巴斯 烏克蘭的最大的補級中心 那基本上你補級中心就直接開大門了 所以現在 因為奧切列基捏 臨時發生這樣的事情 所以現在到處抽軍隊要來賭這個洞 那這個崩潰是如何而來 從115失去信心開始 所以這個我們就觀察到現在 在整個前線的烏軍普遍的 普遍的喔 發生了一種情況 我們看下一張 就是比如像 辛米哈伊利夫卡 昨天 這是昨天的進度 也是最新的進度 辛米哈伊利夫卡 已經被俄軍控制了 我們從 查舒夫亞 從維瑟勒查舒夫亞 一路到最南端的辛米哈伊利夫卡 這邊 接下來是康斯坦丁尼夫卡 再是安東尼夫卡 再來是康拉霍霍了 那你拿下康斯坦丁尼夫卡以後 這條線到 胡利達爾 胡利達爾也會崩欸 那到底是什麼樣的原因 造成說 幾乎每一線 這邊的烏軍的兵力 都不會比俄軍少 裝備也不會比俄軍差 除了火力以外 那為什麼會在 幾乎在同一個時間 發生這種 整個戰線碎裂的情形 它不是崩潰 因為崩潰就是 崩潰就很簡單 崩了我就退 那我就調援軍 我就堵住 就跟阿富迪夫卡 退了以後 在水藏區 試圖要組織防線 對 事實上他也堵 把俄軍堵在水藏區 那個是崩潰 但是現在這種情形 比崩潰更麻煩 因為它是一個很大正面 不同陣線 幾乎每個地方的 無軍的前線都在碎裂 沒有錯啦 就辛米哈伊夫卡 小村子嘛 每次我們很多 我們的媒體都會講 這沒有戰略價值嘛 小村子嘛